天花板上漆 我们油漆的部分 除了你的墙面天花板 还有包含你的木座的柜子 如果你不是用系统柜的话 你是木座贴木皮的话 那这边也要上漆 也要上漆 好 那细酸盖板和木板进行AB胶的填缝 日本木板会热胀冷缩 预留伸缩缝 也就是说你在板子跟板子之间 我们会去贴上AB胶 贴上胶带 让它能够预留伸缩缝 然后把这个缝给填满 贴上AB胶 然后AB胶贴上去以后 再开始弹性P图 用一般的P图 然后做一个P图的动作 全部的地方都要P上P图 这样子才够平整 毛细孔才会不见 你上漆的时候才会比较漂亮 所以AB胶上完之后P图 好 还有呢 你这个地方有一些帮它钉 对不对 你在钉这些木座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 这个 钉枪 所打出来的这些钉眼 这些钉眼也是要P图 P过去之后才能去上漆 好 所以说这个算是一个修饰的一个工作 好 P图完成以后 好 P图完成以后 有的时候 人家会跟你讲说 诶我上这个是一滴两度 或者是两滴两度 好 P图完毕之后呢 要开始上漆了 有的时候呢 要加底漆 然后呢 再加两次的面漆 或者是上两次的底漆 上两次的面漆 好 看你怎么跟师傅去谈 之前有跟同学讲过 也有师傅会说 你不用管我做几滴几度 我帮你做到好 做到你满意为止 你不用管我什么几滴几度 如果你接受也可以 因为他跟你答应的 就相信他 不然的话 你硬规定他什么两滴两度 他不好好做 其实也没有用 所以呢 有的时候师傅会跟你讲说 你不用管我 我帮你做到你满意为止 好 也有人在跟你报价的时候 会跟你报是一滴两度 或者是两滴两度 有时候报价的时候 他会这样子报 好 一次的底漆 两次的面漆 那为什么要上底漆呢 通常呢 我们在上底漆的时候呢 是增加下一次面漆的附着力 好 再来呢 封住底材的化学物质 因为有些东西 你可能有用到胶 好 你要用底漆 比较厚的底漆 把这个胶给封住 以免这些化学物质 会向外渗出 好 会变得黄黄的 好 之后才会上面漆 那一般上面漆的时候呢 好 通常油漆师傅都会跟你报 主胶漆 好 柜 废工 或者是一般的水泥漆 尽量不能用油漆 我们的油漆呢 就是在漆这种铁栏杆 铁门的时候 会用到油漆 你常常会在公园里面 公园如果一些游乐设施 有重新油漆的时候 你会闻到很刺鼻的味道 那个就是里面有甲本 好 他是用油漆 好 他是用油漆 那我们一般的家里面 就直接是买水泥漆 好 你去外面买一个水泥漆 你只要兑一点水 你就可以直接刷了 味道比较不重 或者是乳胶漆 那会有什么ICI得利乳胶漆 或是红牌乳胶漆等等 那这些东西呢 你可以去指定 你想要的一个这个漆的漆料 是什么样子 好 这个要注意一下 像这个红牌乳胶漆 一桶1400 对不对 这个乳胶 ICI得利乳胶漆 一桶可能就3900 这个价差就差很多了 好 那再来 你今天如果是用乳胶漆 当做是面漆的话呢 好 要注意一下 你的本身的面漆 你的底漆一定要做好 因为乳胶漆它的遮盖度 比较差 它必须要上很多道以后 那个质感才会出来 所以呢 你本身的底漆没有做好的话 你会浪费很多的乳胶漆 再擦它的这个面漆 会比较 遮盖度会比较没有那么好 好 做起来呢 比水泥漆更废料 废实 好 这一点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再来呢 我们在油漆的时候 有分成刷漆跟喷漆 好 刷漆的话呢 就是直接拿毛刷去刷 喷漆的话呢 是用空压机 把你的颜色调好以后 放在喷枪里面呢 直接去做喷漆的动作 那在做喷漆的时候呢 一定要特别注意 你本身的防护一定要做好 因为飞漆会乱飞 所以呢 你的门啊 窗啊 或者是一些系统柜啊 你都要用布包好 都要用布啊 或者是塑胶袋啊 或者是报纸啊 一定要先铺好 不然的话呢 它的飞漆喔 一定会沾到你的家具上面 所以说这个防护一定要做好 再来我们看一下 上油漆 P土 打磨 上一层底漆 再P土 打磨 再上底漆 或者是上面漆 最后才是完工 因为呢 你P土一定不平 一定要打磨 打磨完毕之后上一次漆 看看哪边有问题 有不够的 再P土 P土之后 一定不够平 再打磨 好 主要的目的是 让你的漆 让你的P土 跟你的墙面 能够保持在一个平面上 而不是手摸起来的时候呢 这个P土会突出来一点点 不可以这样 一定要打磨 好一定要打磨 大面积的打磨 就一定用这个打磨机 小面积的话呢 可能人家会拿绸刀 在那边卤 都有 都有 好 这会有这样的打磨机 你看 这就是没有打磨的结果 有没有发现 这边就会有点凸起 有些时候 补土没有补好 你就直接上漆之后呢 这边会有一些缺陷在 所以说这边要特别注意一下 好 好一定要就先补土哦 然后呢 要做防护 这个很重要 有的时候 你没有做防护 设计师看了以后 真的是 气都气死了 这不关目光的事 这不关 系统柜厂商的事 是尤其没有弄好 我之后还要再 找人来帮你收尾 好 这个就很不划算了 有时候亏钱就亏在这里了 好 这个要注意一下 好 该做的防护都一定要保护好 之后才能够去做喷漆 好 通常呢 漆喷完之后 整个家里面的新家的感觉 其实就已经出现了 好 那放成板灯的油漆更要注意 因为呢 之前有跟同学讲过嘛 光会从这边打下来 所以说你这个地方的油漆没有漆好 就特别的明显 好 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当你油漆漆完之后 新家的样子就出现了 好 那看看 你有没有够大胆的配色 好 或者是呢 业主有需要这样的配色 不然的话 一般来讲 之前有跟同学讲过 比较保守的配色就是用什么 好 这个百合白 有绿的啊 等等之类的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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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